广美还是对那位伯爵夫人 这个心有戚戚严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你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 我觉得真的只有 是这样子民族的人 他们才可以画侧面的肖像 中国人不堪画侧面吗 你来个侧面 你让程老师给你看看 他如果画你肖像的话 愿意画你侧面 愿意画你正面 他说的还真是 你在欧洲你见到的 就很多是这样 包括他们那个钱 都是这样的 正侧面吗 咱们上次说到过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中国女孩子 在西方女孩子面前会自卑 就是中国女孩 一点不比西方人难看 中国人非常坚定认为 东方人中国非常好看 但是呢 就是复制这张脸的媒介 是西方的 从油画到雕塑 到照片到电影 都是西方的媒介 它是对应的 然后这个媒介拿到中国 忽然要相对平面的 然后极尽微妙变化的一个结构 中国人会吃亏 就一上相 一出现在一个复制影像当中 他会吃亏 而这个我们今天主要是通过媒介 来审美所谓 对 来见人 所以会加剧这个自卑 可是你要是回到中国古典小说里面 你可以想象多好看 这个我上次说到就是跟 上次谁在这儿吗 对对对 太好看了 而且在网上流传一张杨贵妃的照片 天哪杨贵妃的照片 对 也是其实真的是 就是那种可能是三下巴那种 就是特别特别胖的 眼睛小的不行的那种 也不是现在标准的一个审美观念 这是另一个问题 其实各个时代它的审美会变的 西方也在变 维拉斯时代要胖 要有肚子 要有臀部 要出来 那现在绝对是骨干要瘦 不对哪一天它又会变 对对对 我觉得正好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大众电影 知道吗 这个大众电影最近听说要快倒闭了吗 但实际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 你说是杂志 对 就是女性形象 王美你不知道当年这个大众电影 是全中国一万人都共享的 这么一个电影杂志 但是现在就说 淹没在这种时尚杂志里 革命年代唯一看美女的杂志 对 我唯一的用这个 就是用女明星 就是我们女明星可以上杂志封面 我小时候是在大众电影 最先看到 潘红 这个都是改革开放以后 潘红 对 你看那高领毛衣 你看这个这个这个打扮 你再看 这是章鱼 章鱼 章鱼 那演庐山炼 对 对 后来演小街 你看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封面 你再往下后看 这是一个叫石兰的 石兰的 那个这就算相当性感了 那个年代 你看这是现在了 大尺度了 范冰冰 你再看 再看下边 这是谁你看得出来吗 也是冰冰 李冰冰 没错 你再看这个 你看得出来吗 你再看 就是你 你看看 对那对不对 这是孟宽美 太坏了 你了 这个一路的 你看女人脸的 这个变迁 还是古代人好看 真的 还是古代人好看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点老官太嚷子 可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我不是说今天的女的们就贱 但是我确实是觉得那个时候的肖像怎么就是有一种贵气 今天的女明星说实在的可以非常美 打扮得很漂亮 可是看不出来就只有一股的塑料味 就是为什么呢 你同意吗 我同意啊 太多的PS 太多的那种 后期加工 就是化妆 其实像我早期刚出道的时候 90年代出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 我们很流行用那个粉条啊 像那个底 真的是要把自己的脸打得像蛋壳一样那么的厚 然后那么的晶莹 也不剔透了 就是像蜡像一样的完美 然后现在好险慢慢慢慢稍微追求自然 但是在你追求自然的同时 他又让你皮肤好 又让你那个整个叫什么骨骼的架构要好 所以才会来那么多 他也要整形啊垫鼻子啊 削什么加下巴又这个那个的 做女人真不容易 没错 就是你想保存一点自然美天然美 都好像是一个淘淀大阶 你觉得女人是个自我作践的物种 我没有了 你这个陈老师 你从这图像的角度给我们评述评述 这一部分是你说的原因 一部分我又要说媒体 要说媒体 媒体也是一个样子 一本大陆大众电影的封面和今天一本 比方说Bazaar或者什么封面 这两个封面本身的也是两张脸 这个脸也在变 包括照相机 用光成像的方式 再加上你说的这些女明星要这个那个弄弄完以后 所以全部加起来的效果 当然它就变成两两两两两两种印刷品 两种印刷文化的 是是是是是是他们造的 你大众电影当时的纸还不是现在这种 纸我说不出名称来就当时的纸 对不对 你再回到民国甚至再回到清末19世纪的出版物 其实你在看那个时候的一个工艺或者印刷技术 那那个当然年头久了 那就像你今天看到一个一个一个三百年以上的一个木头家具 你受完其境 所以你刚才你刚才说还是古代女人好 有一天我们也会变成古代人 五百年以后说也曾经有个梦广美 你看他长这 但是但是问题是咱们的古代拆了没了产了 不像欧洲的古代就在街上 你知道我前一阵看一个电影 我就看当年我去巴黎 就是跟一个一个牛老乡在这我们一起就漫步 我那天我看了一个电影 我就让他去看叫做巴黎我爱你 什么巴黎什么 就是那个 这也是像我爱纽约那个电影 很多导演拍了小段子 你说看着我流眼泪啊 我觉得你北京不能让我有这种感触 我那陌生的一个巴黎我只去过一次 我就爱上他 然后我就就是看在巴黎街头发生这些事 然后我就给他发短信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哎呀 这是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心中之国的首都啊 然后他说巴黎啊 这是一个可以走的城市 这个对我 我一想确实是 你想想我们所在的城市 你能走吗 但是你看巴黎我就想起来 我在巴黎一天吃三顿呢 还瘦了 为什么八个小时都在走 可以走 你愿意走 哎 这么一个地方 因为上海现在总算还没给毁掉 还有很多很多马路是可以走的 你可以下楼到街上去买样东西 回来继续进房间做事情 北京机会不可能了 然后更没有散步的地方 香港都还有大楼林立 其实很多私人空间 小空间短距离空间 对 北京完全是为车着想的 这没有走的太可怜 过个天桥 你以前卡路里消耗不知道多少 所以你别提欧洲 欧洲你气死你会 这个匈牙利 我们今天大家过日子 有几个人想起匈牙利 几个人瞧得起匈牙利 几个人知道匈牙利 可是我一到不太配思 一看你北京你算了吧 你什么什么城古城 古什么古 你论布达佩斯历史 比北京年轻 你当然算一算 到中世纪你也可以算 但是论名城论古城 北京这肯定老大 可是你今天北京古什么古 好意思说自己古城 然后你在德国那小城 最早的歌剧院还在 最早的莎士比亚剧团 在一个山城里头 然后那个山城的大公 还请布拉姆斯说您就住这儿 就永久性住这儿 布拉姆斯说我不来 我要在维也纳 可是第四交响院的首眼 是在这个山城里头 然后这个山城在四五年以后 归了东德 东德政府会用火车和卡车 汽车把周围的农民 全都运到城里来 在歌剧院看歌剧 看莎士比亚 看完再送回去 这是东德社会主义国家干的事情 所以你好意思说你在这儿弄文化 咱们来玩文化 咱们来去文化之旅 扯淡 所以别提欧洲的事情 有人接不下 千千三年行广告 接不下 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的人性外交 他通校中文收养中国女儿 看能否当上美国总统 阳光保险名人面对面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完台 招商银行 2011年世界大运会 唯一指定银行 45瓦能做什么 格力一赫兹变频空调 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只需45瓦 让节牛舒适 一路领先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这个说起来确实是害羞 没脸 这个包括自己啊 咱们这个官员当中的这个有识之士吧 前一周我看天津南开大学有个论坛 那么有官员 有专家 有教授 其实是我觉得应该都知道这个事了呀 就说现在这个保护文物 现在就是建了很多假古董 实际上拆了真的东西 又去建成这种新的 说这个问题要警惕啊 说这都已经 我看现在遍地都是这个 那么也很 就是将来它会是个什么样的 说什么呀都没了已经 地面上没什么东西了 留下来 但现在大同有一个都很有意思 这个据说出现一个市长 灵律风行 就是凡是通想法源寺还是哪个寺 就大同最重要一个寺 唐代的还是哪个代 就所有遮挡视线的一律拆 不管是宾馆 不管是政府大楼或者老百姓 就给你签到好地方去 都全部拆掉 叫他什么拆拆 叫他 他又是另外一种这个 这个极端 也是有的官员风格的 问题事情何必走到这一步 整个整个山西 只有平遥城是完整的一个旧城墙 那日寇侵略进来的时候 我最近买了一批就是 就是这个古董照片 我就想看的是在1937年左右 日本人占领全中国 武汉长沙什么东北上海 什么广州 那个城市到底怎么样呢 我终于看到了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照片机里看到了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完全完全两回事情 就是日本人还不会去 摧毁一些老的东西 当然日本这是侵略 但问题是中国当时一个前现代国家 一个文明古国 已经初步现代化 出现现代城市 一半是古城 一半是新建筑 其实这个规模已经展开了 就抗认战争没给我们的机会 此后我们都知道 对啊 China China 老美 其实台湾 台湾我倒觉得挺有这个意识的 你还别说 台北台北现在腹地太小了 就我觉得因为人口的增长也太快了 所以其实能该拆能拆的也都拆的差不多了 他可能还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些所谓的日式的建筑在那里 但您刚才讲到这个保存文物的那种让我想起一件事情 台湾汉宫 我就是进去了 真的是登堂日式的进去了 我们走了七个厅 里面不乏咱们中国的那个 哎呦中国那个都那么好真的 康熙乾隆那个大一船一船只出口啊 那个手工之精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然后那个我就有充满 咱们家的东西能抱回去吗 对 后来想一想 算了